MV拍摄 我们现在在这个MV拍摄 为什么我一直这样的态度 因为我穿着这一身 非常有态度的衣服 今天第一套造型是这个全黑的 画了一个 我平时不太会画的装扮 就 大家会看到相反的我 我们找来的大师级 非常顶级的一位造型师 跟我们一起合作 这个MV拍摄 我对他是这样的信心 然后我也非常喜欢 这一次他为我准备的 好几个不一样的造型 这一次的MV除了有 当然最主要帅气的 还是我啦 可是我们还是有找了六位男模 你看到姐姐眼睛发亮了吗 你看到姐姐眼睛发亮了吗 她们正好在换衣呢 美嘞 自己站 这就是我MV里面 特别演出的几位 非常帅气的名模 颜值非常高 帅气少了一点点 然后其实我们的高度 都差不多 是不是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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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人生第一次 吃花 收花还蛮长的吃花 就真的很少表演 这个 这样不会很薄耶 这样 不够 我换了第二套服装 然后有一点点害羞 我担心 不能播 因为太 有点性感 现在才是MV重头戏的开始 因为我已经有过一次下水的经验 就是大家可以看回 是不是混合机身的MV 我也是有在那个下水 所以我这一次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 等一下希望可以顺利完成咯 我还是会有一点小紧张 因为怕自己胖了会把那个水箱给撑破 而且我还有特别嘉宾咯 我的特别嘉宾是一只鱼 这个时候怎么好意思来问我心情的呢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就是很谢谢啦 我人生第一次长这么大 可以有一个容量得到我的鱼缸 对 对 谢谢导演给我这么机会 人生有一次就好了 然后我给你觉得 下一步周静时的那个贺岁片 你每人鱼二可以找我 Elly要不要来找我 耶 今天的拍摄终于顺利的结束 然后现在是十点半 制作团队七点就到了 然后差不多拍了十四个小时之半的这个MV 终于顺利的完成 给我们幕后传对一个掌声 那今天其实隔了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拍类似的这个MV 那可是心情是很雀跃 所以这一次的化妆师也是给我上了非常大胆的三个造型 一个是非常轻淡又素颜这样子的一个妆感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那个眼影是以蓝色为主的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有一种X-Man的感觉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你们看到了现在这个妆 化妆师说这是 十下最流行的鹦鹉鱼造型 我个人觉得蛮酷的 我自己在诠释歌曲的时候也是希望表现出不一样的态度 我非常的非常坚定的一个很有个性的想法给大家 所以再搭上这个MV 我希望给大家更强烈的抨击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次的新作 电光火石 顶光火石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期待 然后我也希望你们跟我一样期待 一定一定要多多的点阅这一支MV 拜托拜托拜托 谢谢大家 这是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下一个休息的视频 不要钓住 这句话 但我可以先来说 我们下一个温和 今天 再等一会儿 我们下一个